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事件 姜天勇被强迫失踪两个月 在那两个月里 他遭受了酷刑 2016年11月21日 姜天勇为营救709被捕律师 而被再次强迫失踪 后被强迫认罪 被判两年有期徒刑 2019年2月28日 他刑满被释放 但是当局并没有把他释放 但直到现在 他每天都有20多人看守 没有自由 姜天勇从出狱之后 身体一直不好 这些都是酷刑所致 所以我强烈呼吁中国当局 让姜天勇能够自由进就医 自由探视朋友 自由出入境 早日来美国和我们母女团聚